朋友们开始做猪大肠了 我刚刚看网友留言了 有说放面粉洗的 还有说放醋 还有说放盐的 我就听你们的 先放点盐 房间里面所有的配料都拿出来了 也就这些东西 这是盐 咱们先把大肠洗了 网友们都是姐姐哥哥 叔叔小阿姨们都特别有经验 多放点盐 就给它 搓一搓 大黑手上来了 高圆手 我这手有口子 杀的疼 裂开了 面粉盐 这面都要舍得用了 我这个高筋小麦粉 其实吃个大肠还挺费工夫的 小厨备 也是啥都有 我一会两只手一起戳 先不给你们拍了 首先左手拿着相机 有个移动的活人支架 可以多方位多角度的帮我拍 这个自驾为就是梦 我好好揉认真揉 我得洗干净了 给它白白净净的 一定要留点味 知道不不能洗干净 洗干净就不香了 还有有朋友说 你把中间油栽掉 那我没栽 大肠吃的就是大肠油上的香味了 我只用了面粉 只用了盐 没用醋 我怕醋一泡 就这个味就失真了 行了 我开始准备调料了 大肠放锅里了 里边放了葱段 辣椒 还有老姜 还有八角 再放点料酒 还挺香的料酒 加水 好了 其他的就再也不放了 不能放盐 就这么的清水煮 这边煮大肠 因为把米饭整上了 饿了 闻到大肠味都饿了 煮饭 是这样子的吗 水晾了 好像时间没用 忘了 上面有点水 我这小饭包 真就是一人份的 忙活半天 终于可以歇了 让煮到锅里的时候 就不需要我了 我在旁边等着就行了 等到熟了之后 就敞开 甩开膀子可就知道 我一做饭 头发吹得像个大傻子似的 我每天都开窗子 讨厌这味道 大肠在里面煮 味道很浓郁 这大肠好 烧干锅的 烧干锅的 最后一点臭都没有 这是大伤头 是下面虎的 烤箱还挺Q弹的 还好 大伤头 这可是最好吃的地方 焦焦的 感觉不是特别烂 但是不是特别烂 才有嚼劲 这什么筷子 放屎的 来一个 看着这大肠头 以前说九转大肠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还真吃过 大肠包小肠 那个肠子 不知道那叫九转大肠 其实我最喜欢吃 就是大肠头 趁热 赶紧给它切成片 切成一圈圈的 蘸着涮泥喝烧酒 先尝一口 味道不错 就是不太烂 其实再煮一会就好了 我点舍不得那个 店 斩着店被自己浇的 看看 看到没有 就这个大肠才好吃 大肠头 我先 我先这么吃一口 大肠头真好吃 大肠头就是吧 就是好多个圈 又有筋又有鸡肉 这特别好吃 这个地方也就是叫屁眼的地方 真香 这段我就不切了 这些足够我吃了 蘸着蒜泥 真香 带圈还行 朋友们 我可等不及了 我得赶紧趁热吃 那个饭我都不想吃它了 受不了 残了 这是我买大肠的时候 特地买了一瓶 二锅头 北京二锅头 好长时间没喝白的了 少来点 到这就行 我感觉我闻一下都能醉 这个是干蝶 你别看我这个小肠子里面啥都有 麻辣干蝶 干蝶就是辣椒面调的那个料 哎呀 迫不及待的 说不咬了 我就喜欢吃这个带串的 会吃大肠的人都懂的 大肠头最香的地方 我连大蒜都来不及做了 煮的不太烂 就嚼半天 但是越嚼越香 不过辣嗓子 辣嘴唇 还好42度的 香 这段 下次我就给它爆炒了 或者是 做成大肠面 这段我早就打好主意了 买一点食材 一大盘 能做好几顿 喝口白酒 身上火燎燎的 真是火辣辣的 一马 手心都红了 可管用了 都不敢喝多 他要自己给自己闻倒 牙蚕痛 活血 很香 我老爸也喜欢吃大肠头 一会桌子捡不了了 快得也不好吃了 很香 其实吧 一点点都不臭 就跟臭豆腐是一个道理 特别是外面长毛的臭豆腐 你看全是毛 还有点臭味 你做熟了一点臭味都没有 可能敏感的人能吃到 反正我就觉得香 上面一定要带一点点油脂 不要把油脂都弄走了 那就不香了 肠子油跟猪的肥肉 它是两种感觉 肠子油特别香 你一会儿 最后能打了 香 这种干爹真方便 干爹占成都好吃 这一大包 二十大了 才几块钱 我现在这个口味 就变成云南和四川的口味了 叫云贵川的口味 这干爹不是川菜里面的吗 贵州这边也有蘸水 里面再放点葱花 放点椒耳根 放点什么酱 一勺 我这个光干爹就行